这是一只很可怜的泰迪 他的身世真的很悲惨 是我当时去菜市场买菜 发现他的 发现他的时候 他全身毛发都已经打结了 身上散发出一股恶臭味 然后我就向菜市场里面的人打听 最后听菜市场的保安说 这只狗狗被主人遗弃了 他的主人是在菜市场做生意的 然后生意不好 最后就搬家了 搬去很远的地方 搬家的时候他跑出去玩了 然后主人就把他给丢下了 没有再回来找过他 然后这只狗狗在菜市场 哭哭等待了主人 这整三个月时间 每天保安会给他一些吃的 当时我发现他的时候 我给他吃的 他根本都不敢靠近 很害怕人 我把火腿伸成小链 扔在地上 他吃一块就退后 离我远远的 对我有着防范的心 最后还是保安 就是把他带到了我们基地 也是我三年前所救助的一只狗狗 当时我没有多少只狗 只有三十多只 救助回来给他起名叫小宝 那个时候他真的很抗拒我 接到我很害怕 对我完全不信任 现在真正三年时间过去了 就是我走到哪 他跟在我哪里 基本就是把我当成了他唯一的主人 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现在三年的逆袭视频 就是一个对比 咋啦小宝 咋啦 就我激动成这个样子 哎呀小宝乖 看现在的小宝 就是特别捏我 我每天走哪 他必须得跟着我 就是哪怕把他关在笼子里面 他也要跳出来跟着我 必须守在我身边 这就是三年前 车市场的那只太迪 主人搬家 然后把他丢下了 然后他在那一直哭哭 等待着主人 就是咱们现在的狗狗小宝 就做三年了 特别喜欢跟我闻 我走哪跟我呢 你看你看你看 开心的 咋啦你神经了 嗯好香啊 这家伙不让修毛 每次给他修毛的时候 我得三四个人摁着脚 就是他很害怕那个推子跟剪刀 尤其是头跟脚 因为这个呢修毛的时候修头跟脚的时候 他都特别害怕特别紧张 就是还害怕剪刀他已经 所以这家伙心情特别大 尤其在修毛的时候给他 其余时间都很好 过来小宝 过来 过来 随叫随到 哪怕我离他只有很远的距离 他听到我的酒屋声 立马就飞奔而来 跑到我身边了 这就是我们的救助 还是那句话 虽然狗狗救助的不是很多 但是我用心了 我们家园每只救助的狗狗 就是前后的对比 包括三年前所救助的狗狗 前后的对比视频 我都会给大家看 就是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救助之前他是什么样子 然后现在在我们基地 过的又是什么样的生活 可能我做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一直保持着 自己的一颗雏心 只要是我们救助回来的毛孩子 我会用心的去照顾他 去帮助他 这就是我这三年以来 一直接手 一直接手的一个 可以说是 过来 从来没有违背过自己的心吧 过来来 上来 上来来 真乖 小宝好乖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小宝 然后明天还是继续给大家介绍 三年前就是到现在 基地两百多只狗狗 救助前后的对比视频 他们有个的逆袭视频 小学在这里代表基地所有的狗狗 给您说一声感谢 谢谢大家 小宝宝 小宝宝